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科技创新如何推着大桥过黄河 黄河 中国第二长河 中华民族的姆千河 为了连接两岸交通 黄河上已经处理起上百座跨河大桥 甘肃兰州 跨河大桥就已经修建了超过二十座 在众多的黄河桥中 有一座黄河大桥非常特殊 这是一座斜跨黄河 造型别致的大桥 它全长一千二百五十米 桥面设计成两个大小不同的圆弧 整体造型呈S形 像是一条长龙横卧于黄河之上 上百座黄河大桥中 绝大多数都是直线形 很少见到S形 为什么这座桥 偏偏要设计成这样的造型呢 其实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S形的大桥并非没有先例 2008年通车的杭州湾跨海大桥 桥梁总长35.7千米 整体造型呈S形曲线 蜿蜒曲折 2018年开通运营的港珠澳大桥 也同样是S形 按照常理 建造大桥首选会是直线 这样距离更短 修建成S形 势必会增加大桥的长度 提高大桥的造架 这些跨海大桥 为什么要修建成S形呢 大家从这里看这个桥 弯了几个大弯 为什么不能直直走呢 可能看起来会短一点 但是因为这个航道 传播的时候 要跟这个地方的水流要垂直 因为海里面不像江河 就有一个方向 在不同地方 水流方向不同 为了跟它垂直 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拐一下 拐个弯 到这里来 跟这里又要拐 又要拐一个弯 所以就拐成这么一个大曲线 原来无论是林丁阳海域 还是杭州湾海域 都有很多船舶通航运输 时间直线驾驶 司机容易感到疲劳 所以还会特意设计弯道 让司机保持精力集中 那么这座黄河上的大桥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因 被设计成为S型呢 并不是 海洋中 在不同的位置 水流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而黄河虽然奔涌豪啸 但水流方向 却始终是按照河道流淌 所以它不存在跨海大桥 遇到的通航难题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常见S型的跨海大桥 但上百座黄河大桥中 却很少见到S型 从它的设计难度来讲的话 它也不希望把这个桥设计成这样 因为从它的设计工艺 计算工艺 包括我们的施工工艺 都是增加了非常非常大的难度 那么 这座柴家峡黄河大桥 为什么要设计成S型呢 这与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有关 南州位于甘肃省东部 西北地区重要交通枢纽 地形狭长 更有黄河穿承而过 将城市一分为二 交通极为不便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同城的快递都需要两天才能到达 它的所有的道路 全部几乎就是主干道 全部都是东西向的 它就交通压力特别大 车流量也非常大 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兰州正在沿着黄河岸边 修建北宾河西沿县快速路 这条快速路贯穿兰州东西 修建完成后将大大改善 兰州的交通状况 可是当道路修建到 黄河柴家峡附近时 工程却遭遇了巨大的阻碍 这是柴家峡水电站 国家水电重点工程 年发电量可达4.91亿千瓦时 就是这座水电站 恰恰拦在西沿县的主干道上 水电站无法拆迁 而西沿县也必须继续前进 该怎么办呢 通过等参加下水电站 然后消息业商 设计师们想了一个办法 建设一座跨河大桥 让西沿县快速路 从黄河北岸绕到南岸 等顺利通过水电站后 再绕回到北岸继续前进 可是 渐渐快速路 本来与黄河平行修建 如今要拐个弯横跨黄河 如果以直舰转弯 当时速60千米的车辆 高速行驶时 很可能由于来不及反应转弯 从而引发危险 所以西沿县主干道和大桥的连接处 必须是有一定弧度的曲线 和这个国道交接的这个地方呢 它必须要设计成一个 就是按照我们专业的这个 道路桥梁的角度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 缓和的这个弧线 保证了这个车辆的行驶要平顺 柴家峡大桥将是迄今为止 国内单位长度内 弯曲程度最大 且跨度最大的跨黄河大桥 这样一座S型的跨河大桥 该用什么方式修建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无论是杭州湾还是港珠澳大桥 弯曲的部分 下方都是有很多桥墩支撑起桥面 这种桥梁结构叫做梁桥 弯曲的桥面受力更不平衡 如果下方桥墩多 可以更好地撑起桥面 让大桥更加稳固 所以如果我们留心观察 就会发现 无论是跨海大桥S型的部分 还是我们城市中 弯曲盘旋的立交桥 只要是弯曲的桥 大多都采用桥墩支撑的 梁桥结构 那么S型的柴家峡黄河大桥 可以在黄河中多加桥墩 来支撑桥面吗 它要跟桥是连到一起的 连到一起的 设计师们发现 只要桥墩足够 是能够保证柴家峡S型大桥 结构安全的 但是 反复考量之后 却又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方案 因为环保 黄河奔腾 孕育了中华文明 2019年 国家发出了 《黄河流域大保护大治理》的倡导 对黄河从过度干预利用 逐渐向自然修复 修养生息转变 对黄河流域的山 水 林 田 湖 草 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防止水土流失和污染 对生态进行保护修复 让澎湃壮阔的母鲸河 再现往日的生机与活力 因此 在修建黄河大桥时 都要尽可能把对黄河的影响 降到最低 而柴家峡大桥 正好临近一个 二级饮用水源地 所以在这里 不能在黄河中建桥墩 炸油的水电站 炸油的泄洪 包括黄河河道的一个防洪 所以说它必须要采用这种 一切 还是要更加健康的 不得不采用创造油的水平 或者不得不採用一些 沒有辦法 之前沒有用過的一些工藝來進行 工程師面對最核心的困難 就是不能用橋墩 支撐這座S型的跨河大橋 那麼能不能用其他方式 來撐起橋面呢 比如 從上面把橋面吊住 這裡是貴州 平唐特打橋的施工現場 這是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橋塔 以橋塔為中心 伸出數百根鋼鎖 連接在橋面上 牢牢地把橋面拉住 這種橋形被稱為斜拉鎖橋 這樣就可以儘量減少橋墩 在黃河兩岸建設橋塔 用鋼索吊起橋面 就不用在黃河中建橋墩了 但新的困難也隨之而來 斜拉鎖橋大多都是直線形 鋼索順著橋面整齊排布 如果橋面是彎曲的 那麼每一根鋼索的角度和方向 也勢必隨著彎曲的橋面而發生 這對結構設計施工來說 都是巨大的挑戰 這對結構設計施工 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柴家侠黄河大桥 倒不存在无法建设桥塔的难题 不过 它却遇到了新的挑战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讲述 一般来说 修建斜拉索桥是以桥塔为中心 桥梁以一节一节的方式 同时向两边延伸 最终实现 空中合隆 这种施工方式被称为悬平法 是斜拉索桥常用的施工方式 悬平的同时是要两端对称 就是我们塔的前端和塔的后端 要进行一个对称的这样施工的方法 这样才能保证这个悬平的平衡 在建设桥面的过程中 桥面要以桥塔为中心 两边始终保持对称向前搭建 如果两边重量失衡 甚至会产生桥塔塔岛的严重后果 而柴家峡大桥 桥塔两侧的桥面长度差距非常大 以画面左面的北塔为例 它的一侧桥面长度为139米 而另一侧的桥面长度为218米 巨大的长度差异 让两侧的桥面重量也相差很大 建设过程中不可能始终保持对称 工程师们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施工方法 究竟还有什么方法能够修建这座大桥呢 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